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称 竹坦吕布 今天就让我们聊聊 紫禁神仙球的瑞典神大 地表最狂的足球战神 人中伊布 马东赤兔 Zlatan Ibrahimovic Zlatan Ibrahimovic Zlatan Ibrahimovic 简称伊布 就是那个有8种精华的伊布 1981年出生在瑞典的马尔末 虽然是在这个幸福城市长大 可是伊布的童年一点都不幸福 他的父母都是战争难民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伊布小时候家里很穷 他的妈妈经常打他 姐姐还染上了毒瘾 因为是外来移民 他连瑞典语都讲不好 上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免费午餐 如果看到什么想要的 他就直接去偷回来 困苦的环境和叛逆的个性 让伊布的童年充满波折 伊布从5岁就开始学跆拳道 17岁就拿到了黑带 不过真正改变他认真的运动 就是足球 从6岁那年收到第一双球鞋开始 伊布的生活就离不开足球 他在充满坑洞的柏油路上 练出了高超的腿法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那些疯狂的招式 他把罗纳杜的海报贴在场上 每天看着电视学习他的技巧 在兴趣和能力的驱使下 他加入了少年俱乐部 但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善 一直到15岁的时候 他还在想要不要放弃足球 到码头打打工就好了 但随着球技不断进步 他终于确定了人生的方向 和家乡的球队马尔摩签下合约 正式展开职业生涯 伊布刚出道时表现就很好 但种族问题却让他处处碰壁 有一次他和队友大打出手 结果对方的爸爸直接写了一封信 要求所有队员 连署把他踢出球队 媒体还对他落井下石 说他狂妄之大不受管教 但在这样的环境下 伊布反而是越踢越好 成为了联赛最耀眼的新星 这个时候 反而忽然间 有很多球队想要签伊布 就连英商的兵工厂 都向他发来视讯邀请 结果伊布果断拒绝 他直接说 我从来都不视讯的 你要的话就直接签我 然后呢 就跟合甲的阿甲克斯俱乐部 签下新的合约 那阿甲克斯俱乐部呢 是合甲第一的球队 被叫做世界第一球星工厂 在这个巨星摇篮里 伊布彻底的脱胎换骨 他第一场欧冠就踢进两球 还连续两年都拿到联赛冠军 在2004年的一场比赛上 他代球连续过掉7个人 用假动作把镜头晃倒 最后在射门成功得分 在乱军之中取上将手机 让他的名声响彻欧洲 但耀眼的表现反而让人嫉妒 伊布又一次和队友闹翻 蛟龙中非此中之物 这个时候他刚好收到邀请 转了回到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队伍之一 易甲的油文图师 熟悉足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足球世界里有5大联赛 C甲 英超 易甲 德甲 还有发甲 这5个联赛是世界上水平最高 影响力最大的联赛 在这里出人头地 是每个足球员的梦想 而伊布刚来到易甲 就成为球队的重要得分手 出赛35场得到16分 连续两年都拿到联赛冠军 还被选为易甲最佳外籍球员 但是剧情急转之下 油文图师忽然被爆出电话门的丑闻 两个冠军都被取消 球队还被降到二级联赛 无奈之下 伊布只好再次转队 2006年 伊布来到国际米兰 在曼琪尼和穆里尼奥的培养下 他的得分能力变得更加出众 三年内 他设进了57球 帮助球队完成了易甲的三连霸 一瞬间 伊布就成了市场上最抢手的球员 在2009年 他以7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加盟西甲豪门巴塞罗纳 和梅西成为了队友 在当时 是巴萨史上最高的转会费 那来到巴萨后 他出赛46场攻下22球 又拿下西甲的联赛冠军 并入选欧洲组联最佳阵容 但仅仅过了半个赛季 他和主帅瓜迪奥拉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他每一场都被冰在板灯上 还对主帅破口大骂 因为球队的关系复杂 伊布只好再次转队 以朱健的名义回到益甲 加入红黑军团AC米兰 在这里 他总算找回了对足球的热情 生亚第六次拿下益甲冠军 帮助球队重回巅峰 在短短的八年内 他连续效力益甲的三强球队 每一次都拿了联赛冠军 而且啊 国际米兰和AC米兰还是同城的四丑 所以啊 很多人说他是三性加弩 不过江湖上呢 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名言 得伊布者得联赛冠军 现在如果说到巴黎圣瑞尔曼 那大家一定知道是超级球队 有梅西、奈马尔还有姆巴佩 但其实啊 最早带领巴黎成为豪门的球员 就是伊布 2012年 米兰出现财务危机 直到将伊布卖到巴黎 结果啊 伊布刚来到发甲 就马上带起了一阵旋风 他穿上球队核心10号球衣 带领巴黎登上巅峰 连续四年拿下发甲冠军 斩获四次超级杯冠军 还有三次联赛杯冠军 横哨了发甲的所有荣誉 他四次入选最佳阵容 三次获选最佳球员 三次成为联赛神射手 在2016年5月 他先用胸前金球先持得点 再用飞升头锤梅开二度 成功打进当季第38球 创下联赛的历史记录 伴随着全场的欢呼声 伊布告别了这个赛场 来时是国王 去时已是传奇 是时候加入下一个联赛了 放眼伊布的传奇生涯 他被很多人认为 是史上最强的中锋之一 身高195公分 体重95公斤 仍称瑞典神打 高中的体格底下 有着细腻的盘球技术 擅长各种假动作和节奏变换 不管是连续过人 还是人球分过 对他来说都轻而易举 他的双脚就像方天化级 可以从远处大力攻破龙门 射门的球速甚至来到150公里 他兼具力量和技巧 技术和爆发力 充斥的时速超过32公里 不管来到哪支球队 都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以被叫做足坛旅步 因为自小训练跆拳道 一步有着绝佳的容忍性 可以在各种角度 用各种方式射门得分 鞋子摆尾 倒挂金钩 側着踢 躺着踢 没有什么是一步做不到的 他对球门有一种天生的嗅觉 可以从超远距离精准射门 也可以接队友传球 把球踹进球门 不过一步最强的 就是他的神仙球 每一次都让人叹为观止 2013年发甲联赛 一步瞄准高飞球 小腿一勾神龙摆尾 成功射门得分 门将表示无奈 2004年欧洲杯 一步在球门区征球 背对龙门蝎子摆尾 将球摆进龙门 门将表示好痛 2012年瑞典VS英格兰 一步距离球门35米 腾弓飞起倒挂金钩 上演了史上最夸张的射门 震惊了全世界 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举例 一步经过的神仙球 数都数不完 堪称是足球史上最风骚的球员 狂妄不羁是一步的处司风格 他自小饱受压迫 被队友和旁人处处打击 所以他只相信自己 也只愿做自己 因为他的暴脾气 他经常和别人起冲突 甚至在场上大打出手 红牌和竞赛更是家常编范 他出言不逊自诩上帝 干话多道可以写一本语录 只有上帝知道答案 而你正看着上帝 没有我的世界杯 没什么好看的 他用足球做的 我用橘子就能做到 男人就该制造男人 我叫一步 你他妈又是谁 诸如此类的言论 都只是一步的热场 同时他还擅长五种语言 写过一本之传 还被提名瑞典文学奖 真正的是能文能武 2016年 伊布来到英超曼联 不过这一次 没有拿下联赛冠军 受到伤志影响 他失去了先发的位置 最后选择离开英超 加入美国足球大联盟 这个时候 一般球员可能就发个文 写个感谢什么的 结果 伊布直接买下报纸头版 写上不客气洛杉矶 真的是有够狂 在美国的这两年 他踢进了52球 生涯总得分超过500 证明了自己饱到未老 赛季结束后 他回到一甲 加盟老冬家AC米兰 这时的他高龄38岁 但依然维持了进阵状态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 他的身体素质开始下滑 伤病也变得更加频繁 2022年的今天 他已经多次缺席 在球队里也不再是阻力 更像是一个精神领袖 不许强如一步 也不得不服老 横跨四个时代的足球生涯 也许也已经来到了尾声 23年的足球生涯 一步辗转过四大联赛 收获了三个联赛冠军 大大小小的奖杯 有30多个 比较可惜的点 是从来没赢过欧冠和世界杯 但他的特立独行 他的桀骜不逊 是足球场上没人能取代的 一直到今天 还有人用种族歌曲攻击一步 但他早已习惯了这些 用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 在他密密麻麻的痴心上 写着50个死于饥荒的人 借此呼吁更多人发起关注 在瑞典的新字典里 有着这样的一个字 Zlatanira 用力量承担某个失误 达到支配的地位和统治的状态 而这个词 正是来自一步 他的天赋独一无二 他的强大无可比拟 就像他的直传 我一步一样 能够形容一步的 只有一步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效力过9支球队的一步 真的很像有8种进化的一步呢 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